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表示 如不得已 他当然会令中美经济脱钩 川普说 如果他们不善待我们 我当然会 我当然会这样做 关于中美脱钩的话题 从中美贸易战之初 人们就已经开始讨论了 但是上升到美国政府层面 这还是最近的事情 6月18日 川普曾经表示 在各种条件下 中美两国完全脱钩 是美方保留的一个政策选项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表示 白宫是否将会采用这个选项 可这一回 川普公开表示 他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态度 这还是第一次 川普的这个表态 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中共的外交部 中共的媒体 很快都做出了回应 这说明 中共当局对于川普的这个表态 还是非常的敏感 实际上 外界都已经注意到了 最近以来 中共的多位大员 一改过去的强硬姿态 连续的向美国方面鞠躬示好 杨洁篪在新华社发表文章 表示 中共希望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 中共的外长王毅 就中美关系 接受新华社的专访 强调要保持合作 拒绝脱钩 此外 还有中共的驻美大使 中共的前外经贸部的副部长等人 向美国鞠躬示好 这是中共当局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做出的 要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姿态 显然 中共当局开始意识到了 中美关系正在急速的下坠 想要想发设法的加以阻止 否则 最终的结果 中共当局可能难以承受 关于中美关系 中共当局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观念 所以中共当局在和美国的对抗上似乎是无所顾忌 特别是 中共当局认为 中美经济已经高度融合 美国根本就离不开中国 今年6月 也就是在川普表态 中美两国完全脱钩 是美方保留的一个政策选项之后 中国日报网有一篇评论 美国与中国脱钩 不现实 不明智 其中提到 中美建交40年来 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度相互依赖的关系 尤其在经贸领域 双方之间利益相互交织 密不可分 这篇评论认为 与中国脱钩 美国大企业首先就会遭受巨大损失 有数据显示 美国五大上市公司 2017年的销售 三分之一 或者更多的来自中国市场 其次 大量的美国较小的企业 必须依赖中国提供的零部件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的8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终生的评论 脱钩 是误判大事的逆动 这篇文章再次提到 中美建交40多年来 两国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 形成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这篇评论更是罗列了很多的数据 来说明美国无法和中国脱钩 中美经济应该挂钩 而不是脱钩 钟声的评论最后写道 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误判 选择逆时代大事 开历史倒车 唯一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钟声的评论代表了中共最高层的声音 毫无疑问 自从中国打开国门以来 特别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来 中美经济已经高度融合 形成了所谓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这种事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美之间短时间内完全脱钩 确实不现实 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观察 如果从两个国家的竞争关系来看 如果从两个国家的未来来考虑 那些西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交易 是否脱钩 它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钩 那些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 在战略上并不会对美国政府的行动构成任何限制 并不需要美国政府为此采取过多的行动 假以时日 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然会逐步的取代中国 而目前 川普政府已经着手 从高科技领域 以及一些重要的民生领域 开始两国之间的脱钩 比如 川普进一步的限制了美国 向中国公司出售先进的半导体芯片 以及禁止使用华为的产品 中国公司生产的无人机 以及通讯社交应用软件等等 这个问题想必中共当局有所察觉 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 不过是在混淆视听 欺骗中国的百姓 欺骗美国社会而已 可以说 川普关于中美脱钩的表态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对中共当局试图继续欺骗美国 而做出的回应 它意味着 中美关系将会继续的恶化 川普还表示 原定于8月15日举行的 美中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会议 就是他亲自取消的 中美贸易协议 曾经是川普颇以为引以自傲的事情 但是川普现在的这个决定 足以显示 他已经完全不在意这个贸易协议了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可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事到如今 脱钩问题 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贸易问题 它实际上是中美两国 在政治上的一场较量 脱钩 只是在为美国 对中共当局 采取更大的行动 在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 对川普的这个表态 中共外交部宣称 中美两国发展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没有必要相互排斥 完全可以相互借励 相互成就 同时 我们也做好了 中美关系爬坡过坎 经历风雨的准备 我们敦促美国一些政客 纠正错误 回归理性 此外 环球网也就这个话题 发表了一个专题报道 题目是 特朗普说中美可以脱钩 什么情况 这篇报道指责川普 又对中国发出了 不理性的威胁 并表示 美国企业 无法离开中国 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和相对完善的产业链 这篇报道声称 中国很难被美国击败 环球网的这篇文章 显然是给中国的百姓看的 只是为了麻痹国内的百姓 假如中共当局 真的是如此自信 那为什么 要如此焦虑和恐慌呢 事实上 川普对华为采取的 一系列行动 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 已经远远超过了 科技和经贸领域 而且针对其他的 中共超级企业 川普还在 拥酿采取其他行动 这不仅将对中国的经济 造成巨大的影响 更是会对中共的统治 造成巨大的冲击 中共外交部的表态 以及中共环球网的报道中 都提到了一个词 理性 外交部要求川普纠正错误 回归理性 环球网指责川普 对中国发出了不理性的威胁 他们都认为川普不理性 在某种程度上 正是川普这种所谓的不理性 才让中共当局感到了恐惧 实际上是中共当局 根本就无法赶上川普的思维速度 无法达到川普的认识高度 自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 川普经常会有超出 中共当局预料的惊人举动 没有预兆 就突然推出 经常把正在挑衅的中共当局 打得晕头转向 川普可不是缺乏理性 而是不按常理出牌 川普的这种策略 显然让中共当局感到了畏惧 应该说 不理性的恰恰是中共当局 他们根本就对国际形势 缺乏认识 对世界的大趋势缺乏认识 他们竟然公开的挑战国际秩序 挑战文明世界 挑战美国 可以说 川普是中共当局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 最强硬的美国总统 也是最富想象力的美国总统 川普在应对中共当局的挑衅上 灵活多变 毫无拘束 时而打经济牌 时而打政治牌 在不同的领域从容切换 让愚蠢低能的习近平 眼花缭乱 晕头转向 尤其是 在大选前的最后这两个多月 川普更是有可能 推出重大举措 打击中共当局 让中共当局感到恐慌的是 川普很多的表态 看似有些夸大 但是 川普却经常的 把它变成实际行动 让中共当局 防不胜防 就这点来说 川普这次公开表示 准备和中国脱钩 中共当局对此 不敢不认真对待 环球时报 中国很难被美国击败的叫嚣 其实更像是一声哀鸣 这说明 川普脱钩的行动 打中了中共当局的要害 美国只要在高科技领域 实现了和中国的完全脱钩 那中国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单单依靠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 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习近平的强国梦 习近平的中国梦 将注定成为黄粮梦 昨天8月23日 川普的竞选机构 宣布了他的第二任期施政纲领 其中列出了在经济 教育 外交政策 与国防等十大领域的施政重点 排在十大施政重点的第三位的 就是将终止对中国的依赖 实质上就是与中国彻底脱钩 这个消息对于习近平当局来说 恐怕又是一个不理性的威胁 然而却很有可能变成现实 从川普在第一个任期 兑现竞选承诺的情况来看 如果川普当选 美国和中国脱钩 几乎是无法阻挡了 看来习近平当局只能盼望川普下台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